不開刀時間 露西萍醫師悠閒打高爾夫 不然就是游泳運動 鬧出開錯刀烏龍事件 露西萍不只愛分享遊山玩水 還記錄手術間的點點滴滴 出事的4月4號 廉價在手術室度過忙碌的一天 當天他有三臺胸腔鏡微創手術 外加一臺胸管引流 也就是搞錯病人的這一屆 當時他還裝沒事 PO文分享自己有多忙 正因為他急性子 趕著要開刀催促護理站 把人送到開刀房 工友等4人沒辨別病人身份 一路挫到底 主導醫師急到出包還想掩蓋 而他三不五時 PO手術病房 泄漏病患S光片或是腫瘤 沒透露病患身份 游走法律邊緣 而PTT起底 露西萍曾任多家的醫院胸腔醫師 其實有引擎 在嘉義聖馬爾定醫院當副院長 不適任離開 傳出星光醫院發生過 找不到病因就開刀 醫療疏失表現不好而離職 這回在市立民生醫院開錯刀 還涉嫌衛造病例 成了壓倒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 實在是不可以原諒 沒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來進行 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 主導醫師成了眾矢之地 家住在屏東豪黃席社區別墅 露西萍和妻子外出得不到回應 不過晚間露西萍在臉書PO文 對開錯刀事件道歉 也未刺激喊冤 說自己只有提醒 沒有干涉病房刀房交班運送 更沒有主動推床 或叫公有指定推哪一床 也強調自己沒有衛造文書 更表示錯送的病人 第一時間血壓低 需要緊急處置 錯送反而是救了對方 但說法被院方駁斥 強調醫師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TPS新聞綜合報導